108年综合所得税申报近日倒数计时中 统计花联区共有94%的申报率 还有将近4000位的民众没有完成申报 花联国税局提醒民众 务必在6月30号前完成申报 而今年的第一批退税 也将提早在6月30号前发放 108年综合所得税申报受肺炎疫情的影响 延长了一个月的申报期间 而很快的6月30号截止日即将到来 国税局花联分局表示 还有将近4000位的民众没有完成申报 到目前为止申报的人数已经达到94.08%左右 那大概申报的件数有64,520余件 那距离跟去年件数相比的话 大概应该去年件数是68,500多件 所以大概还有4000位左右的民众 还没有来完成申报 那明天呢 即将申报的时间会到晚上7点 那我们这两天的中午也是不休息 也是加班为我们乡亲来服务 那除了民众可以到我们国税局来申报之外 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民众呢也可以到超商那边的事物机去列印那个查询码 那如果查询码的话你可以在家里就网络申报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到我们的我们花莲的几个乡亲公所呢 也都可以带为申报 除了申报期间延长 今年的第一批退税也提前在6月30号就可以发放 我们退税的时间呢 我们也也提前了一个月 换句话说如果第一批退税的民众的话 那可以在6月30号就可以拿到退税款 那我们花莲呢 这一次退税的件数呢 总共有30800余件 那其中呢 就是说用 就是说乡亲呢 采用直播退税是有29900余件 那其他做少部分的这个890余件呢 那是用就是说用那个平单缴税 那所以民众呢 明天的时候 明年6月30号 您只要到银行去 就是说或到那个账户呢 去刷个布置呢 我们明天的钱呢 就退税款就直接就会 拨到您的户头去 所以就说 这个给乡亲呢 一个这个提前金钱运用的 一个好的一个好机会 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 6月30号中午不休息 晚上延长受理申报到7点钟 而网络申报的民众 也请务必在6月30号 晚上12点之前 要完成申报作业 借旅会幻视报道